第一次看啊 非常期待 所以跟朋友約的 早點來 然後找一個比較適合的地方 一點就到了 我們住基隆 想說現在過來買東西 喝或者吃 然後站個位置 然後看晚上的煙火 目前的業績 大概都是1.5倍左右 大稻辰煙火週三晚上登場 但走出四號水門 可以看到對面 馬上就是北市最大天坑 整條路被封住 到底交通會不會大打劫呢 在晚上7點交通管制前 大稻辰345號水門都能走 但現在遇上天坑 不只四號水門形同虛射 南京西路到貴德街口也全封了 只能改走名城西路 中校西路進出 還是會擔心 所以想說就是 如果看到煙火一半覺得還 差不多就趕快先走 因為一定會曬爆 我們都晃很遠 擅長的人很擠很擠 要時間要拖很久 應該多少會有影響到 但是會來看煙火的還是會來 四號門主要是只有行人 通常那邊 因為交通比較不方便 所以大家還是會走五號門 所以我覺得影響是不會到很大 台北大天坑武田攤了兩次 周周灌江之餘 還出動透地雷達進行檢測 確保底下沒有空洞 畢竟這夏日煙火節 要一路綻放到8月20號 可不能讓天坑壞了過節氣氛 擋了交通運輸 民怨無限崇高 歡迎請我們 請訂閱按讚分享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